一顆顆甘蓮子用紋的就可以知道有沒有發霉 食藥署九號公布 有近六千公斤中國出口的甘蓮子 被驗出總黃麴毒素減出的量 比限量標準超出近十倍 食藥署表示全素甘蓮子將銷毀或退貨 那黃麴毒素它本身是一個致癌物 就是說如果我們長期吃到黃麴毒素的話 它影響肝臟功能 也會引起肝癌的風險 醫生表示甘蓮子在炎熱潮濕環境 容易增加黃徐毒素生成 提醒民眾購買拆封後 一定要封存好避免發霉 來看看臺灣甘蓮子 產量小占比僅三成 而來自中國或東南亞進口甘蓮子 則有七成 價格上也有明顯差異 像是中國甘蓮子一斤大約兩百元 而臺灣一斤要價五百到六百元 價差兩倍以上 食藥署也將抽鹼比率 提高至百分之二十以上 這偶有幾T的話 大概應該是不會意外 因為廠商的問題 如果到目前來講廉止的話 那個合格率是滿高的 食藥署說不會禁止中國甘蓮子進口 未來若是茶貨違規 該批貨物也將退運或銷毀 不會流入市面 民眾不用過於擔心 華視新聞張庭園公 千華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加油 按照你的 旁白 雲 雲 雲